Hello 各位打天笑战士们大家好啦 之前呢就有非常多的留言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做笔记的 想要我分享我做笔记的技巧 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就来和你们分享我是怎么做笔记的啦 那么我发现呢对于我自己呢做笔记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从高中一直到现在呢都是如此 一旦有一颗我是没有做笔记的话呢 这一颗我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 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得强调啊 这一套我接下来和你们分享的方法呢 都是一个我自己琢磨出来一个适合我自己使用的一套方法 所以它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的 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先自己过滤 或者说将它改进成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法之后呢才来试用 那么首先呢我的笔记一个会分为三种不同的笔记 那么首先第一种呢我叫做复习室的笔记 然后这个笔记呢就是在你上完了课之后 约在自己自习时间所做的笔记来的 首先呢先找出一个两到三小时的空档的自习时间 从一个大章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章节结束 以此不停的重复以下的过程 首先呢以每一个小节作为周期 先自己将这个教材中的这一小节重新的复习一遍 确保自己已经完全的理解透了这一小节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做笔记了 但是这一点得注意 接下来我提到的过程呢都不要看着你的教材来信 因为如果说你一边看着你的教材一边写的话呢 你就是在抄而已 你是没有经过脑的思考的 那么这样呢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和你们分享的精华了 所以在做笔记的过程呢在不看书的情况下 将经过自己脑思考理解后的知识点以一种自己在写一本简易教材的形式 将这一节的知识点写进你的笔记本 那么当然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强烈推荐你使用不同颜色的笔 将重要的东西记录起来 用荧光笔抽图等等的任何辅助东西 这完全由你个人的习惯去做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笔记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当你完成了这一段过程之后呢 这个知识点就完全牢牢的记在你的脑海里面了 基本上你不需要再做怎样的复习 你就能够和任何一个人去讲解这一段知识点了 因为你已经掌握它了 那么经过那么多年的时间之后呢 有一点我发现到就是这个复习室的这个笔记 当我完成之后呢 在那么多笔记里面80%的我是不会再翻阅了 只有真的过了非常长的时间我真的将它彻底忘记了 然后需要用到的时候呢 我才会去翻阅这些我做的这些复习室的笔记 或者说一个小的教材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一个知识点是经过你长时间的思考 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解方式之后 再讲它以你自己理解的方式写出来的话 当你的笔一写完 这一套知识基本上就完全进入你的脑里面了 不需要再打开来读这些复习室的笔记了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呢 我待会就会和你们分享的另外两套笔记 来不断的加强巩固你的理解 那么是不是说 既然80%的这些我所做的复习室笔记 我从此都不会再翻阅了 那是不是说我就没有做这个复习室笔记的必要了呢 那么答案是绝对不是的 因为这个复习室笔记呢 带给你最大的作用 是你在思考理解并且在写的那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能够让你完全的巩固 你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的一个过程来的 所以说能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知识点呢 重点就是在做这个我所谓的复习室笔记的这个过程 而不是你最后做出来的那些成果 那么最后值得再一次强调的就是呢 你在写这个复习室笔记的时候呢 要以一种你在写一本全新的教材的形式 从零开始将这整个知识点写下来 写成一本小小的教材 千万不要一面看这书一面来写 那个是你在吵信我 你做完了之后你还是 你脑里面还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对这个知识 好我知道我很啰嗦 但是因为这几部的实在是太重要了 比我接下来会和你分享另外两种笔记太重要了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 那么以此类推第一个小节完成了 要完成另外一个小节 要接下来完成 一直到你将这一大章的复习室笔记都完成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你几乎已经完全的理解了这一整大章的内容 然后你会发现到你去做客户实题的时候呢 也会顺畅很多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会做第二种笔记了啦 我把它称为自己犯过的错误的笔记 那么这个笔记呢可能只对于理科生适用而已 那么对于理科生呢 无论你多么的掌握一个章节 要是你没有刷足够多的题目的话 你还是没办法完全彻底的掌握的 当一开始复习完这一整大章节之后 就是说所谓的做完复习室笔记之后呢 你知道它整个来龙去脉的怎么来走的 但是你去刷题的时候呢 一定还会遇到很多障碍的 这个是理科生一定会遇到的情况 所以说当你解题犯了错误算错答案之后 或者说当你遇到一道题是完全不会的时候 你就看了解答 那么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结合我之前在被高校被考的那些视频里面 提到的东西 一个方法可以结合来应用 所以当你在看了解答过程之后呢 你将一道你完全不会的题目 或者说你犯错之后 你看到解答 你发现到这整道题最重要的那个考点 理解了那个考点之后呢 或者说你犯错的关键点之后呢 将这个点写进你的错误式笔记里面 但有点虚啦 我就举一个例子啦 那么之前在刷理论医学的这道题的时候呢 我在算这个杆的执行加速度的时候 我忘了使用这样的一个加速度合成公式 所以那时候我就这样写进我的笔记本里面 别忘了 只要是平面运动 求某点的加速度 就要用这个公式来算 那么我的习惯呢 就是将这些错误式的笔记 以红色的字体写进我复习式笔记里面的最下面 并且之后不停的复习这些我写进去的错误点的笔记 很短的可以就是一行两行字而已 因为都是这道题目最重要的考点知识点 那么经过长时间呢 不停的复习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 这些类型最重要的考点的类型 或者你犯过错误的东西呢 就完全进入你的脑里面了 然后随着提量不停的增加 那么你也就会越来越掌握这一章节 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加速度合成公式 现在的我看完去当这个点的时候 我会嘲笑当初的我自己 为什么那么基本的一个知识点 我也会犯错 然后还竟然写进我的错误式笔记里面 但是如今呢 对于我而言 这个东西之所以能够成为我所谓的很基本的一个知识点 绝对不会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因为当初我犯了这个错之后 我漏了用这个东西之后 我将我的错误寄在笔记里面 并且经过长时间的不停的复习巩固之后 才会像我如今这样觉得 这个本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基本的东西 这是一个不可以犯了错误来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类的笔记 就是错误式笔记 我的习惯啊 你们当然也可以自己弄了一个新的文件 或者新的一本书 我是习惯将它记在我的复习师笔记的最后面那边 红色的字体 那么对于第一种的复习师笔记呢 基本上我是不会再重新翻页来看 我真的是没有翻来看的 因为当你完成之后呢 你就掌握了那些基本知识点 但是这个第二类的错误式笔记呢 我是会经常的来翻阅的了 来确保自己完全的记住了这些红色字体的知识点 所以接下来呢 第三种最后一种的笔记呢 我把它称为被考期末式的笔记 那么这一类笔记呢 就是来准备被考期末的时候用的 或者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式标而已 那么你的第一类的复习师笔记 当你完成之后呢 它可以说是一本小小的教材了 那么你在准备期末的时候呢 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去翻阅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那样自己理解之后 如果你是不需要再去翻阅的 但是呢 你这本小小的教材里面的那些公式啊 或者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一些知识点啊 你在期末的时候是会用到的 所以在准备期末的时候呢 我就打开我的复习师笔记 很快的扫过去 将当中的公式或者很重要的考点 写进我的期末被考试笔记里面 所以呢它其实就是类似一张公式表而已啦 就是在你在准备期末 考期末之前呢 不停的来翻阅 并不停的来背 来拱图自己 准备进去期末考试里面的 所以在准备期末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就是在翻阅第二类 错误师笔记的第三类 这个被考试的一个小公式表而已啦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呢 做笔记的方法啦 一共会有分为三种 那么千万不要去小看 这三种的任何一个 只要任何其中一个你跳过的呢 尤其是第一类 你就真的很难考 那么我自己呢 就有经历过啦 我在大一的时候呢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做第一类的这个复习师笔记 我高中是一直有在做 大一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因为我有事业了 很忙 因为第一类的复习师笔记 如果说你尝试去做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它真的会花费你非常长的时间 因为你得思考的理解 还得写出来 结果造成呢 整个课程呢 我是并没有办法 能够完全的彻底的去掌握的 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要我尝试用文字 去和你叙述 为什么那个篇尾分中的 那个Stockers方程和告示方程 是为什么会成立 我到现在其实我到现在还没发展过 我就是备而已公司 所以呢 高一的时候呢 我的GPA就只考了2.3 就是平均70到75分 不过其实当时呢 我还是很满意的啦 因为我那是2019年1月1日立下的目标 就是不挂可疑 我达到这一点不挂可疑 而且我还考了70到75分 所以其实对当时的我也呢 还算是还很满意的 因为我做到的我的目标 我的事业也不停的在壮大 但是呢也因此啦 产生了非常多网络喷子来攻击我 尤其在资格上面 他们就 他们就不停的攻击我的成绩 所以一切的转折点呢 就是在大二啦 就是在大二 他还没开始前的不久 我就遇见了我现在最得力的助手 在当我发现到他的工作能力是如此的强之后呢 我就分股权给他了 所以在整个大二的时间点 他在很大程度上面帮我分担了我很大部分的工作量 所以也是因为如此 我在大二时间段 我的事业在不停的上升发展的同时呢 我也相对于大一而言 有更多的时间在转注在我的血液上面 所以大二的时候呢我就强迫自己每一个科目 我都得做这一个第一类的复习师笔记 真的很花时间 但是我强烈要求自己必须要做 所以呢 我大二的这些课所学到的任何一个知识点 基本上到了现在 即使有一个人来问我 我到现在还能够很条讲解 我大二这一个课程的任何一个小知识点 我都能够讲解 所以我成绩刚刚出了大二第一学期 我就考了3.3GPA了 就是平均在85到89分 所以在一个学期的时间点 我的GPA就进步了整整一点点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一类的 这个复习师笔记 起的作用到底多么的重要 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 再让我在最后强调一次 不然我觉得没办法说服你们 强调最后一次 因为一个知识点呢 只有真的在你完全了解消化 有了自己理解方式之后 在不看书的情况下 能够将它写成一本小教材之后 你才能够完全彻底的掌握它 所以最后啦 我就考到了这个 让我很满意的成绩 要通知我的事业 提到了更另外一个境界了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 对那些网络盆子 一个很好的回忌 但其实这一点 我也是真的很无奈啊 我在2019年立任目标的时候 也很明确的 就是只要不挂科就可以了 因为我压根就没有在在意成绩 我选这个专业 我学这个东西 纯粹就是因为我的兴趣而已 我压根就没有打算 毕业了之后 靠这张文凭去 在这个领域找一份工作 我压根就没有这样想法 我纯粹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才学 所以我根本就是没在意成绩的 只要不挂科就可以了 我更在意的就是 工作的时间经验 因为我很清楚 创业需要的是时间 所以我会把我的事业 放在第一位的 而且我的事业也不提供在扩大 我的收入也翻了几倍了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不务正业的事业来的 我的父母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人 都一直以我的事业为骄傲 那么这一点我其实是真的想不明白 如果说你认为大学生应该要百分之百 要将他时间专注在学业上面 那你自己去实行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来批评我呢 这一点我是真的想不通 而且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高考磨练的 一个留学生而言 要在清华大学的理科考卷里面生存 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了 我身边的人挂考率真的很高 到我一届的七字班的行业的留学生里面 已经有一半的人被退学了 挂态融合 所以最后可能也是收到了上前的保佑吧 我最后考了3.3 我确实很意外考到了这个分数 也算是给那些攻击我的一个很好的回忌 OKOK 所以这时候这好像有一点力气了 好啦所以我要分享了 我的做笔记的方法呢 就到这里了啦 所以同样呢 我再重复一次 这是一套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适合我自己的方法 所以适不适合你呢 就得靠着自己实践了之后呢 才来知道啦 那同时如果说适合或不适合 也留言让我知道一下吧 因为我也挺好奇 这个能不能够帮到别人 那么如果说你发现这个方法不适合你呢 非常欢迎你 将我今天提到的东西 从你的脑海里面抛掉它 所以最后总结就是呢 第一类复习师笔记 所以以一个小章节 以一个小节为周期 看完了小节之后 理解之后 不要看书 自己以自己的理解方式 写成一本小教材 那么当然啦 这个看书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比如说你记笔记里面 一些具体的数字 比如说百分比啊 还是公式啊 你是可以偶尔看书记研来写的 这个问题不大 并不是说得完全不看的 只是整体的这个基本的理解概念 你得是靠自己的脑写出来 那么第二类比记呢 就是你在刷题的时候 自己犯的错误 将或者说你完全不会做的 将整大天哪一个小知识点 一句话或者两句话而已的 写进去你的错误式笔记里面 第三点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公式表而已啦 考试前拿来被公式用 所以这期分享视频 基本上就到这里了啦 那么以后呢 你们还想我和你们分享 什么样的东西呢 都尽管留言啦 其实你们的留言 我基本上都有看见了 那么为什么这一期视频 那么此台出的 因为主要是没有事情 因为制作一起打天下便利的事件 从写稿到拍摄到剪辑 真的是花费很长时间的 所以你们想看我分享什么呢 我都会非常非常乐意 和所有观众分享我的知识点的啦 它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你们想知道我都非常开心 非常乐意的去和你们分享的啦 所以你们想 还想知道其他的 尽管留言让我知道 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一套方法 能够带给你们帮助啦 能够在你们的学习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也即将开学了 所以也即将迎来 全新一期的Vlog视频了 所以奇华大学呢 就推迟了我们回学校的日期 虽然就采取了网络上课的操作 所以我其实是蛮期待 我也很想和你们分享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 在马来西亚 在我的家 在我的房间 上清华大学的课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呢 下一期清华生的一天视频 将会很快就发布啦 我真的蛮期待 在我房间的床起身 然后在我的花园 运动 开车去打包早餐 吃早餐的回来 坐在我家的桌子上面上课 上完课了 开车去外面吃午餐 开车回来又上课 然后傍晚了 开车去健身房健身 在马来西亚上课 没有想过竟然会有这样的一天 所以请敬请期待吧 所以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